當我是男生樣子出去的時候 要叫我張先生 但是當我是女生樣子的時候呢 我希望大家能夠叫我某某將 有一次公司尾牙 正好扮女裝穿旗袍 那是我第一次 也開啟了我的不歸路 所以你在22歲以前是 完全是男生的樣子 從來沒有表現出自己的慾望是嗎 我面對家庭的時候我是男生 但是面對我自己 我覺得我是男生也是女孩子 我也想要打扮 想要變成美美的樣子出門 我雖然有穿女裝的慾望 但是我知道我喜歡是女生 我心裡做一個小女孩 我是一心戀 目前我31歲了 我已婚了 和老婆生了兩個小孩 因為這個家庭呢 我必須要有爸爸的樣子 我必須壓抑我內心的另一個自己 所以我和我老婆有做一個約定 那就是我不能讓小朋友性別混淆 我不能在小朋友面前 表現出女生的模樣 所以說 這就是我照顧家庭的方式 當你跟你老婆坦承這件事情之後 發生什麼事 她非常的難過 她覺得她失去了一個老公 對 但是我覺得 如果說我壓抑了那麼久的 因為沒有釋放出來 對我是非常的痛苦 每一個女生結婚的那一剎那 她嫁的是一個男生 她怎麼會希望說 我認為是男生的這個蜘蛛 她變成女生 如果我讓你去做自己 可是我卻 失去了一個老公 現實跟理想之間要找到平和 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非常需要一根靜下的獨處 然後想想我的未來是什麼 我相信你今天會這樣子 是在你成長過程當中 每一個環節被壓抑了 如果那個時候 有人讓你適當的抒發 也許你就不會在二九生子的時候 你會想要當女生 可是我覺得 每一個人都可以做自己 我很感謝我老婆的地方 是她尊重我的人格 讓我有變身的機會 雖然一年只有幾次的機會 但我覺得這樣子就很足夠 很滿足了 我以前會非常在意別人的眼光 但是我現在豁出去了 美美的樣子 才是我所想要的 你離不去討好誰 你只要快樂地做好你自己 不必讓世上的眼光來打壓你 勇敢做自己 好 我覺得今天來參加你的訪談 我非常的開心 因為我能夠穿上美美的蘿莉塔 那一年就只有那麼這幾次 而且能夠光明正大的走在街上 這是我非常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我發現很多人 都被傳統觀念給困住 所以當我遇到那些價值觀不同的人 我也希望能夠跟他們聊聊 讓他們知道 我們的想法是什麼 而不要有異樣的眼光 即便最後大家還是繼續不諒解你 我覺得我們應該還是要笑著面對那些 討厭你的人 當你溫柔地 對待那些傷害你的人的時候 我相信他們的內心也會跟著軟化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都會多一點尊重以及包容 我猛獎生日快到了 有什麼生日願望嗎 我今年生日願望是 我希望在未來的世界 大家能夠更尊重以及包容彼此 而且大家能夠去追尋 自己所喜歡的東西 不要去在意別人的眼光怎麼看 我猛獎生日快到了 我吃到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